這次這英雄修軍方法失蹤 今天台軍都在民間經過我們的抗議之後 18號是董議說要來重新調查 不過在這國內是包括行政營和體委會 也已經做好準備了 如果這個調查結果一樣是這麼不公平 也會訴求去國際要求仲裁 另外體委會副主委丹憲宗是在 三兩天失蹤的方法 現在哪一個立委都在堅持 要求這個丹憲宗也是這個戴霞林 都要落台負責 不及陳憲宗對體委會主委 第一時間還要吞下去 再來還對自己的事件 再說是本身處 這樣台頭讓你立委堅持要求下台 不及陳憲宗 他能處理不好 民主黨立委冠閉林19號也批評應該下台 尹憲宗洪破四季 經過代表隊的抗議 也台門動議要重新調查 不過就怕調查結果 他也不說不定 民主黨立委會 議長五層議院抗議委會 也都會怕國際仲裁的準備 國際運動 分爭的仲裁協會 要向這個最終的仲裁的機關 提出申訴 那麼這個部分呢 我們也在準備相關的資料 那各位知道就是說 要準備一個訴訟 我們要很多的證據 十八核在記者中意 要重新調查 雅台門的官網 索在那天的下午 又發表一篇英文的新聞 傳聞 代表是中華台北 嚇到妻子 尹憲軍實際上 行政議長五層議員 曾志朗要去 diamond 報仇國家的尊嚴 記者小平王做台北報導